歡迎回到台灣大搜索 金鐘影帝雷宏 因為鄉土劇的暴局權 一炮而紅 而他的家庭生活也同樣精彩 67歲的他擁有一妻四妻 等於說有5個老婆 該如何養家呢 他不但給每個人一棟透天措 還給美房每個月 7萬塊錢的生活費 甚至還立起家規 要他們不准查情 雷宏的預期數還有哪一些呢 但提醒您在台灣重婚 可是不被宜許的 網友這樣流纏啊 這個還紅到日本去了 On 1 Ready Go CHA-CHA CHA-CHA 替鄉土劇打開國際市場 老派演員雷宏堪稱帝人 2008年還一舉拿下金鐘影帝 上面... 雷宏堪稱帝人 對 老派演員雷宏堪稱帝人 這已經是最高陣介了 大家已經覺得對他演員非常側目相看 一知道他拿了金鐘獎的影帝之後 大家才開始 哇 原來雷宏大哥娶了五個老婆等於是一妻四妾 他也是很厲害的 說真的 對 他很厲害的 超過的 沒有啦 這也是大大大 你會這樣打開 連上節目都被調侃 雷宏最常被媒體拍到的就是第四方 在雷宏的五個老婆當中 其中第四方是台大畢業 所以高學歷 所有雷宏的錢 還有很多大大小小事情 去交由這個第四房來打理 那不行 我不能退休 退休 我們那些人的復活 就要不要走 復活嗎 當時60歲的雷鴻 得了金鐘獎後 曾大方分享 除了有7個兒子外 又再添了一個女兒 已經2歲了 外界以為 這是跟四房愛的結晶 事後才發現 其實是第五房左身 而且對方當時年僅30多歲 當然這個過度拒絕的原因 如何拒絕的原因 摩急的時候 蔣良秀那個已經是 等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拉頭 拉頭把全身都傷痕 但是警告你們 是一張臉不裂的 雷鴻大哥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建立好他的家規 第一個 你不准打電話查請問我在哪裡 第二個 你也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說我今天去誰家 我最近跟誰幹嘛幹嘛 你們大家之間相安無事 第三 當然大家彼此要和樂相處 幾位瓦蓮 早餐都是大洋蔥蛋殼 生的 都67歲了 還能夠下腰 看來持家之道 體力累性不好 雷鴻在金錢上 也沒有其他人 對 五個太太 他們基本配備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一棟的透天錯 然後每一戶一個月 最基本的開銷 他會給他們7萬塊 擁有其餓一女的他 最大的已經40多歲 但不是每個兒子都能亮晴他 那些兒子不是 不是說他們不接受 不是這樣 他在氣我 我有一個十幾年沒見面 你怎麼相不相信 他今天我要多難 今天三十幾歲 甚至要去接小兒子下課 也被拒絕 我還在校門口 有離一段幾年 你看那個小孩子 一看到我那臉 臉臉臭臥 他沒叫我 你知道他回答不了 你叫我 爸爸都不要 人家看到我上 都會往車裡面看 看到爸爸坐裡面 人家就問我說 我是第幾個老生的 你媽媽是第幾個 陳世言不會再舉第六個 不放後宮被爆出來後 受到漁人抨擊 雷鴻連忙道歉 說自己是錯誤失犯 老來走投的他 如今選擇低調 過生活 這次當時一個遺憾 畢竟是自己不對